West in Canada 微笑声乐 今年作曲家David Meng 原创作品音乐会等活动 其中 与生命的对话音乐会为Krones and Colitis Canada 捐赠10,500加币 用于克隆恩病的研究 在过去的一年里 微笑声乐的成员们继续茁壮成长 多位学员在各类评选 大赛中荣获殊荣 微笑声乐童声和唱团执行团长家和James Chen 荣获Oakville首届青少年领袖提名奖 Alan Fasic 荣获2023全球儿童声乐大赛特等奖 Ariel Liu 连续两年荣获PU区音乐大赛声乐第一名 年仅16岁的学员Lila奖 以海外考生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被中国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业录取 此外 微笑声乐师生分别在 Oakville庆祝新年市政厅演出 多伦多华人艺术家中心春晚 新人新曲音乐会 Oakville Burlington Mississauga Milton等地春晚 大西洋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十年庆典 加拿大第一届中国高校杯朗诵大赛 颁奖典礼等近20场演出中 奉献了精彩的表演 回顾过去的一年 我们收获颇丰 今天我们欢聚在这里 用歌声表达我们对音乐的热爱 对专专教导我们的老师 支持鼓励我们的家人 长期关注微笑声乐的社会各界朋友 表达诚挚的感谢 对专教导我们的老师